然后我爷爷就拿着一碗水 上面立个筷子 因为农村都是这样 其实他自己也恍恍惚惚 不知道啥意思 说这么用就这样来 嘴里也念叨了你就让他赶紧走 来这干嘛 你不管用文用武啊 最后拿刀把这个筷子砍两边 把碗跟筷子一起摔在外面 总之在那之前呢 因为他早年也是 会木匠 削着陶木剑 不管哪一个反正起作用 到那之后 才这个 说走掉 说就是这个 什么 小小鬼 差人的 没有吃的要吃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到这儿呢 又想到两个 首先 家里啊 我们衍生到现实这个选择 这个家里进新人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 我婶婶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这个栽刚好就出栽那个时候 你说家里是不是进人不习惯呢 或者说进这个磁场好不好啊 咱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然后呢 像这个后来我姑父 结婚的时候 那天呢 就刚好我跟我弟弟玩 他也是头刻在这个花本上 就很前面就那一天 人都走了 就说我两三个 然后没办法就抱着 就去治啊怎么样 老远跑到医院 那 他就这么写 家里一进新人的时候 就会出现 你看你家里是不是 进这个人 对家里有没有好的影响 也不好说 可能反正 就能注意就注意了 像今天我弟弟结婚 也是这个媳妇 这等于是 还没正式进门 但是已经 一个年轻人嘛 也都在一块了 就受这个影响 刚好今天我奶奶 也就事干事 他也不是一方面的事 这个说到 坟墓啊 我们也衍生两个 因为我奶奶 今天清零去世的时候 在头七的晚上 就家里 外面啊 就那一阵 刮了一会儿的风 家里突然出现 这个霉味 怎么入睡 也睡不着 之前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当时我也反省啊 我也嘴上在念头 是不是奶奶 你来了 反正咱们也看不到 但是也相信 那那就没法沟通 是很无奈的 就过了好一阵才走掉 那后来呢 又梦 说这个 人呢 胳膊腿 这个骨头不全了 抬到家里面 问他需要什么 他也像 活着的时候一样 什么都不需要 挺好 然后再问他 应问出来的 就是说了一句 动我手机干啥 他那手机 都说家里都说没动 都不承认 我就说 既然梦到了 我就赶快去 给他送 送过去 这个电话本啊 本来一直是没电的 插着充电宝 走一路 我当时都看不到 充上 结果到那的时候 打开机了 我一看 这个 老年人手机嘛 这个家里 主页的这个电话本 还带头像的 都没有了 当时我一想 这原来又是真的 因为有些时候梦到的 咱们没法解释 在这个就不一样 我就哭着把这个电话本给他写上了 把家里这些主要人再念叨念叨 同样这种事 家里还有一个老人也是去世了 就是很久了 甚至好几年 然后 就说做梦 说 就是 就是住的地方有水 然后 就是怎么也不信嘛 但是有人信 就打开这个 一看 哎 光彩流水